瑞碎水稻田逐渐转黄 但却遇到了鸟害侵袭 大面积稻田被麻雀的鸟类造访 饱餐一顿之后呢 只在田里头留下一颗颗空的稻骨壳 让农民直呼赚不到钱了 而这些鸟呢还真是老饕 因为他们专挑成熟饱满的稻税下手 农会表示说目前没有接获通报 不过有需要的话 政府有水田保险不用太担心 好多只麻雀鼠都数不清 集体在稻田上盘旋降落 饱餐一顿后水面上漂浮的全是稻壳空壳 里面的米粒全都进了小鸟味 瑞碎地区二起稻作渐渐转黄 但数个月来的心血却想先被小鸟收割 这个稻子我们没有可以收获了 最气的是这些麻雀还很懂吃 还没成熟站得直挺挺的它不要 专吃熟成的稻穗 由于水田一旁是牧场 排泄物经过触后灌溉 无农药成了天然肥料 但如今稻田却面临鸟害 让农民直呼赚不到钱了 那如果农民有任何的这个受损 稻穗有任何的受损的话 都可以直接来向我们农会来做一个反应 那政府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政策 就是我们的这个稻米的这个保险 那如果说只要损失超过一定的这个比例的话 那政府就会启动这个稻米的保险 那会有一个理赔的资助给农友 瑞穗农会表示目前为止 还没有听到农友来报灾情 如果农民稻穗有任何受损 都可以直接向农会来做反应 政府有水田保险 能够协助农民遇上的天然灾害 记者高雄霜瑞穗采访报道